首支在泰国出生的中国大熊猫林冰今天将成专机回国挑选配偶 他所居住的青麦动物园从21号起连续为其举行了别具一格的送别活动 据青麦动物园熊猫饲养负责人介绍 林冰在泰国每天至少进食20公斤竹子 但泰国的竹子和中国的竹子有所差别 为了让它能够尽快地适应在中国的生活 熊猫馆从今年3月份就开始为其特别提供中国竹子进行训练 此次泰国派出了特别航班 包括青麦动物园熊猫馆馆长在内的5名兽医和饲养员 都将跟随林冰一同飞往成都 为尽量地使林冰感到舒适 动物园将尽量地缩短每个环节的时间 目前林冰回国挑选配偶的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 动物园将推出欢送林冰仪仗队 沿青麦城市各主要道路周游一圈 根据中泰双方的协议 林冰回国挑选配偶后 将尽量地在一年之内与其配偶一起返回泰国 届时林冰的父母创传和林慧将告别泰国返回中国 新的大熊猫夫妇将在泰国安度15年 成为中泰友谊的新使者 新华社报道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五新闻 稍后来浏览国际主要媒体的新消息